中秋节将来到市长魏家宴探视涉及华联市弱势家庭 送上应景的中秋月饼以及生活物资 让他们能够提前感受过节的氛围 以及来自社会的关怀 而魏家宴呼吁生活周遭若是有突发事故 而导致生活疾难者 可以向当地的里长或里干事反映 将一起协力帮助战斗难关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前夕市长魏家宴协同涉劳客长肖子卫 以及市民代表江凤怡 日前前往主农里探访低收家庭及独居长者 也前往东区老人之家慰问涉及花莲市的住民 并镇上91份的月饼预祝他们中秋节快乐 我想我们长辈对于这样子的节庆的前夕 各界的慰问跟关心是非常的期待的 因为他们在这边生活因为身份的特殊 有些长辈跟家属的关系是比较淡保的 那在这类型的节庆里面 有外界的这样的关怀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非常谢谢花莲市公所 我们卫家院市长还有我们社劳客长 今天历领祖农礼来关怀我们祖农礼里内的 我们独居的被关怀户 那么市公所也带来了一些物资还有月饼 在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时候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公部门对百姓的关心 以及爱护之意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温暖的一个举动 那在这边也发了我们中秋的月饼 以及我们慰问的一些民生用品 那也希望李干世能多加 对于一些我们冰原户的部分要多加注意 那又到了我们冬老后来发放两百多份的一个月饼 给我们冬老的所有的市区的我们长者来享用 也告知他们在年节将近 也祝福他们中秋佳节愉快 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松主任 那长期以来对于我们冬老的部分 特别的照顾 那再一次的跟我们松主任说谢谢 不论是独居或低收家庭 市长除了低领长辈多注意身体状况 也提醒若有物资缺乏 可向市工所社劳客寻求协助 若不了解除助管道流程 还请里长或里干世刘易光怀协助通报 让市工所社福资源能有效发挥效能 在中秋佳节多点温暖 也让华联市更多点温馨 记者长方言华联市报导